七年來 誰來晚餐拍攝了快三百個家庭 對於常常闖入別人生活的幕後團隊 他們的感受是什麼 我們都會融入環境 其實我們是變色囉 漫長的等待是實境節目的宿命 放個蠟子不少十秒啦 能不能已經等了一個半小時 長時間持攝影機是他們共同的痛 肌肉鬆子 在止痛消炎 那是我的早餐 我現在就我快掛了 我怎麼可能沒暈啊 我要在那邊喘 到來賓通告就讓他們心急如焚 今天真的沒辦法 真的沒有你的願 真的林老師有跟你看 受訪者看到不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他們就會失望 然後這是第一名 這位好開心喔 為了準時播出 團隊長期處在跟時間賽跑的壓力下 我只要說一句要開天窗 然後他們就了解了解 就沒有可不可以 就是一定要玩吃 審片的意見 會成為壓垮他們的稻草嗎 中午晚上九點公視頻道 一起來看看我們這樣做晚餐 一起來看看